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款小吃 番薯糯米饼 先来把番薯削皮 先把它洗干净 再把番薯切成片 切好的番薯放盘子上锅蒸 水开蒸15分钟就可以了 番薯蒸了15分钟已经熟了 把它拿出来 把番薯倒在一个大一点的碗里 加入30克白糖 把它压成泥 把它压烂就可以 来加入适量的热米粉 先加四勺 热米粉加了能揉成团就可以 太稀就再继续加热米粉 再下手揉成团 就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它搓成长条 再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取一块把它搓成圆球 把板上稍微按饼一下 然后给它整理一下 把它整理成小方块 沾上一点清水 再裹上白芝麻 全部做好就可以上锅煎了 锅烧热 来加入少许的油 不用太多 放锅里煎 一定要小火 全程小火 不然会煎火 把它放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里面稍微煎到金黄 放个面 我这个白芝麻一定要裹生的 不能裹炒熟的 煎到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按起来有点空空的 就已经熟了 把它夹出来就可以开吃了 番薯糯米饼就做好了 番薯糯米饼就做好了 外焦泥肉 香甜可口 好吃又营养 全家人都抢着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哇 妈妈在口吃 妈妈在口吃 我不能吃 嗯 完蛋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嗯 好香哦 那白芝麻 你也不能吃 嗯 闻你闻 嗯 好吃又甜舌舌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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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